数学解题法之等量变形 第六集 巧妙地利用等量变形解决各个单元有趣的数学题目 我们看到立体9解分式方程式s加1分之1减s加2分之1等于s加3分之1 求x等于多少 我们在等号的两端同乘以分母的最小功倍是s加1s加2s加3 然后他们跟分母约了以后呢 第一项就变成s加2乘s加3 第二项约掉s加2就变成s加1s加3 右边这个约掉s加3就变成s加1s加2 然后把它拿到等号的左边来 然后呢 经过呢 展开画减 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s平方加2s减1等于0 那带入二次方程的公式解 会得到x等于-1加减2 显然这个值不会让这些分母为0 所以呢 他得到这两个解 说明根据等量公理 我们可以在等式的两边 各自乘上相同的代数式 像这边乘上s加1s加2s加3 使原题目的分四方程式 变形成多项四方程式 才比较好解决好处理 由公式解得两根后呢 需要厌根确认其解的正确性 分四方程式要注意厌根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例题实 x不等于-1 求解这个不等式 s加1分之6x 大1等于x加2 这种题目要特别小心 很多东西 会不注意就把s加1乘过来了 这样是不对的做法 因为呢 你不等式两边呢 乘上正的可以 乘上负的要变号转向 所以你不能呢 直接把s加1乘过来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不等式的两边 乘上s加1的平方可以 因为他不等于-1 这个值就横正 横大于0 可以乘s加1的平方 乘到这个不等号的两边 所以左边就变成6x乘x加1 右边就变成s加2乘s加1的平方 然后把这左边的式子呢 拿到右边来 再提出s加1 就得到这样的式子 里面是s加2乘s加1-6x小于等于0 再把里面呢 做一些计算划减 就变成s平方-3x加2 这个再做十字交乘 最后得到s加1 s-1 s-2小于等于0 本来是这样子分式不等式 变成了多项式的不等式 那它的解呢就是 注意 因为分母不可以是-1 所以x小于-1 或x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2 就得到解的范围了 就你不等式两边要成横为正数的才可以哦 这点请同学要特别注意 根据不等量公理 我们可以在不等式的两边各自乘上 直横为正数的代数式 所以你不确定正负的话 不能任意的乘哦 仍可维持原不等关系 使原题目的分式不等式变形 我们在做一种变形 成为多项式不等式 在由因式分解得其解的范围后 你要需要厌根哦 就这个解的范围 会不会让分母为0 确认其解 好 这个题目呢也是利用等量乘法 只要是不等式要小心一点 只能乘横为正的 好以上是数学解题法之 等量变形第六集 是不是都蛮精彩的题目呢 谢谢各位的观赏